同一个屋苑,同样四年前买入,升幅可以相差近60%,第五波疫情受控,确诊数字持续回落,市场乐观带动二手楼市交头畅旺,而近日位于将军澳条景岭的维景湾半的成交个案中。 两个单位同样在2018年买入,一宗原地踏步平手离场,名诈暗洩60万,另一宗则赚足60%,账面获利三球,移民盘名诈暗洩近期全球疫情渐趋稳定,不少国家放宽香港入境限制,市民移民意欲亦有所增加,不少业主急住走,不惜减价放售,甚至涉让离场。 美联指移民首季接获客户查询量,较去年第四季多出近四成。近日就有维景湾半业主放售自住低层山景6570尺单位。 微减价10万后以市价1145万亿首,尺价约17428元。 持货4年,账面赚10万,为年同税项及佣金等支出,要涉愈60万。 美联物业高级分区营业经理林振星子,为景湾半11座低层A室,实用面积657平方尺,属三房间隔。 望开阳山景,原业主因打算移民,故意叫价1155万元放盘。 中微减价10万至1145万元逆手,尺价约17428元。 属市价,据了解,新买家为换楼客,建单位企理,决定扣入自住。 原业主于2018年6月71145万元扣入单位作自住。 持货近4年,现账面仅平手离场。 为年同税项及佣金等支出,要实际涉愈60万元。 不过,另一个维景湾半低层山,海景4840尺单位。 4年升族61%。 放盘不足半个月便减价38万。 最终以890万中层价成功放售。 中原地产将军澳都会议第二分行高级分区营业董事五感基子。 成交为围景湾半七座低层G室,实用面积496平方尺。 二房被征装,望山,海景,刚于本月放盘。 该单位叫价928万元。 未及半个月,现以890万元逆手。 实用尺价17944元。 月内十座中层G室,实用面积484平方尺。 亦以890万元成交。 为上子属低层亦能以中层价沽售。 原业主于2018年以554万元扣入。 转手账面获利336万元。 升值61%。 为养宠物90后情侣870万入市有人辞职买楼移民。 亦有人选择留港落地生根。 同样在围景湾半。 有90后情侣看重屋苑可以养宠物。 而且鄰近港铁站交通便利。 锁定目标。 以价30万后以870万入手5030尺两房山景单位。 尼加角地产分区经理蔡庭勇表示。 将军澳为景湾半11座低层H室。 单位实用面积约503平方尺。 两房间隔。 望山景。 单位原开价900万元。 及后减价至870万元逆手。 尺价约17296元。 蔡庭勇补充。 买家为准备结婚的90后情侣。 目标为将军澳区内能自养宠物的屋苑。 有建为景湾半允许住客自养宠物。 而且步行往港铁条警领站只需约两分钟。 轮近宠物公园。 上述单位亦保养良好。 顾所定目标。 虽然单位获两组准买家同时出家欺购。 但与业主一轮初伤后。 最终90后情侣成功入市。 而原业主于2014年3月以540万扣入上述单位。 持货约8年转手。 账面获利330万元。 升值于6成。 代理补充。 维景湾半现约有200个二手放盘。 叫价由730万元起。 小赚28%屯门区亦有移民盘成交。 屯门卓尔居高层52610尺两房单位以765万亿手。 实用尺价14544元。 原业主持货4年半转售。 账面获利165万元。 中原地产屯门龙门第三分行副区域营业经理吴卓庭表示。 分行新近速城屯门卓尔居6座高层B室成交。 实用面积526平方尺。 两房间隔。 原业主即将移民。 上月以780万元放售单位。 减价15万元。 即以765万元沽出。 实用尺价14544元。 属市价成交。 吴卓庭指。 买家为上车客。 中情单位装修企理。 屋苑为置亦方便。 建楼价合理。 快速拍板承接。 原业主于2017年11月以600万元买入单位。 持货4年半转售。 账面获利165万元。 单位期内升值。